老爸好 我会把他搞定 能不能把他搞定一下 哎 我可没那么好被搞定哦 四伏你这样的不法分子 就是我们的图案 爸爸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我亲爱的小孩 我是那蓝蓝的天空 你就是那鱼河 天上雕下个你妹妹 我所心想多障碍 风也个风也见 就像就像秋天的梦里 我又遇见你 我真在沉 破罗嗓子多少年还能唱吗 下棋 当头炮 把马跳 老马呀 我怎么听说 你姑娘在追我儿子 要说追野天 你儿子追我姑娘 你竟跟那巴西 我儿子长多帅 那有魅力 这点随他爸 跟你说追我姑娘那小伙子 那都在摇号 知道不 幸福账单开播三十年来 热度不减 现在正在全国寻找 梦想好声音 幸福账单 那不才三十年前 除了这节目呢 同时我们希望邀请 当年的两位主持人 马踏飞演组合 再次回到舞台上 请问 是马叔叔家吗 门没锁 进来吧 马叔叔好 马叔叔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喂 我怎么瞅着他那么面熟呢 老公头 他不见那谁 这长得和训宝一模一样的 这 小姑娘你是谁啊 两位两人家记性真好 我确实是当年训宝的女儿 训小宝 训宝的姑娘啊 那你该叫舅舅 舅舅好 良心舅大嘛 两位舅舅好 这次我来啊 是希望 邀请两位上幸福账单 郁小宝啊 你今天来我们幸福相就对了 怎么呢 不仅我们俩宝刀未老 我们的邻居 那都是有梦想爱唱歌的好孩子 真的 没错 今儿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宝刀未老 好 邻居们 操练起来 过来 两位舅舅赶快起来 昨天大样的还不见当年吧 特别棒 特别棒 这样吧 两位一定要回到幸福账单来 必须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非常熟悉这个舞台 因为从2017年开始 到现在依然是 雕牌厨军喜业 独嫁冠名的 广告词怎么说呢 一张 厨军更洁净 健康护全家 恭喜他啊 三十年没变 来 赶快去听入我们的 幸福账单 我先来 来 我首先推荐的这位 那可是多才多艺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来 来 有请李广正 哎呀 您好 你好 两位老人家跟我介绍了 说咱们胡同里啊 每一个声音都有标签 哎 一个标签是什么标签 我这个标签啊 是多变好声音 嗯 你一直 这一路过来都是戴着墨镜吗 这么酷吗 这个酷啊 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怎么呢 因为呢 我是一个视力上有障碍的人 我这个呢 是从小患有这个原发性的视神经萎缩 这种眼病呢 是从我父亲那儿遗传的啊 所以说从小呢 就呃 失去光明 现在的视力呢 大概是在0.03左右 那是个什么概念 0.03就是说 一臂之内我都看不清 哦 是这样的 明白了 嗯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 最喜欢唱歌 对 因为我从小呢 就特别喜欢音乐 然后呢 我父亲呢 就一直跟我说 说你呀 眼睛看不见 嗯 就别玩那些用不着的东西了 嗯 这个音乐呀 对于你来说 这个不靠谱 你靠谱点 还是学点这个盲人 一般都学个按摩 您那个父亲是做什么的呢 我父亲就是一个盲人按摩大夫 哦 对 我爸都说了 你要是再学音乐呢 你就卷扑个甲 给我滚出家门 以后爱哪儿去哪儿去 对不对 我也不供你读书了 别接别接 所以说一看这种情况 我要必须尊敬我父亲的选择 然后我就选择了学一 选按摩 对 在1999年 我上了黑龙江省 中医药大学的 针灸推拿学院 哦 然后毕业以后呢 就成为了一名大夫 当时在一家企业的医院工作 但是那个时候 还是放不下音乐 后来我辞掉了我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 就开始跑到北京 开始北漂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 受了很多的苦 在当时我认为 是一点都不苦 北京就是三里团那边 是酒吧一条街 我就去那开始应聘 我以外里 一共聘了20多家酒吧 一直呢 没有得到一个就是认可 后来好不容易有一家酒吧 决定用了我了 然后当时特别高兴 我记得一晚上 当时是150一场 我如果说找一个住宿的地方 像你们看得见 大街人一走一看 呦这是旅馆 但我不行啊 宾馆就在我面前 他能看见我 我看不见他呀 是是是 后来呢就在通州那边 就租了一个房子 后来呢就是家里呢 就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们当地参联呢 领导换届以后 新来的领导呢 在查阅这个本地的 残疾人的信息的时候呢 就看见了我的资料 说一看 哎这小伙子不错呀 就把我找回来 说你看能不能 你回得了家来工作 所以我就又回去了 过了两年以后 我又再一次的选择了北漂 但这一次呢 再回来的时候 我就有很多的机会 参加了一些比赛 然后后来呢就 也获了一些的奖项 再后来呢也发行了 自己的专辑唱片 一点一点的 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而且不仅如此 音乐制作人的歌手 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对不对 观众 对 这是您老婆吗 是的 来来来 来来来 来你看 看我们俩的一战 般不般配 特别般配 特别的般配啊 观众 这个首先来说 我可以把这眼镜摘下来 我摘下眼镜 你们会更加的惊讶的 据别人都说呀 我是水汪汪一窗的大眼镜 大双眼瓶 双眼瓶 是不是 然后我跟我老婆俩认识呢 就是在这一次 二次返带北京来以后的时候 我就有了很多的演出的机会 其中一次呢 我去广西演出 就是她是众多粉丝里面的 其中一个 我们是09年认识的 一直到13年 才第一次见面 见了面以后 然后我们才开始 确定想要去谈恋爱 这一个是歌手 一个是粉丝 捅破这层窗户值也不容易 对 你们怎么捅破的 我特想知道 当时呢是这样 她来看我嘛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工作上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是特别顺 然后她这个时候的看我的时候呢 然后就一聊 就非常容易会聊到这个心里 比较柔软脆弱的地方 然后我就跟她就说 我说要不然 那什么咱俩上去 啥 我不能省略啊 我说那个 咱俩触了一下吧 你们哪年结婚的 16年结婚 16年也是同时有了小宝宝 哎呦 你看多幸福啊 对啊 真好 哎呦 我特别想问你一句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我其实说13号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觉得我有一个好的爱人 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女儿 一家三口的时候 这种其乐融融的才是真正的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可能看不清 但我相信广州的手比一般人会灵敏的多 你的心也会比一般人更加柔软 好好用手捧着爱人的脸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摆头到老 祝福你们 谢谢 永远幸福下去 谢谢 好的 你能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吗 我的账单就是7600元 然后呢带着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出去旅行 好 太棒了 好的 舞台交给你 幸福好声音倒计时准备 三 二 哦 哦 耶 竹林峰 吹来一起请你 和春归 落花告别流水 爱情它 总是让人心碎 虔诚挂怒 憔悴了谁 我的真心 谁有体会 天上雕下 高临妹妹 古老故事 等待千年的轮回 情多艰辛 事与愿违 求风 求雨 求着伤悲 天上雕下 高临妹妹 心中我唯一 传递爱情的真理 为你担心 因你悲喜 动日失去 句句泪沥 天上雕下 高临妹妹 好的 这是一个幸福好声音 那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来着 7600元 7600元 恭喜你获得了 170秒的挑战时间 谢谢 好 广州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雕牌除菌洗衣液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也没有关系 也会获得由雕牌除菌洗衣液提供的大礼包 加油 游戏不如挑战期 有请 你的闯关时间是170秒 提供的口令 3 2 1 开始 加油了 愿意 这是第一关 最好能一口 作气的冲过去 好 还有最后一个 不错 不错 身体协调能力非常的强 最后一个 好的 第一关 胜利再忘了 愿意 加油了 又是这样 来到第二关 越来越难了 好的 你想怎么过 你从底下吧 太难了 天呐 好的 躲开这个圆球 哇 好在你比较瘦啊 小心头 有圆球 好 掌握好身体平衡 八同学好样的 任务过半 来到第三关圆域 好的 第三关 所有的 所有的 首先 你要站在圆台之上 你最好要站起来 天呐 这样非常难 太难了吧 圆域你要站起来才行啊 圆域你要站起来才行啊 加油 好的 握机头 要加快节奏了 圆域 躲开他 离广州的账单 细消 好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马上开启 您只需要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离广州的7600元的账单金额 拍点什么 马上开始吧 咱家这邻居真不错 那是我们幸福像那能人多了去了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啊 了不得了 那是咱们幸福像的警察呀 而且他还有一个别样的称呼 叫警察中的马大姐 来吧 掌声有请马力 马耀 童言 出列 出列 我也出啊 我以为童言出列 我以为童言出列 同学们好 教班好 我叫马力 今天我给你们上的是进阶课 如果有哪些同学 呼呼气 出列 把老太太撂倒 算你本身 把老太太撂倒 算你本身 把老太太撂倒 算你本身 干不干 他不服气 站到 站到那去 提不可力 向右看 起 看我 向右向 向左都不知道 向前看 上去 站 到 扒进 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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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条宝 我都快八十的人了 你快点 大爷坚持住 坚持 教官您教我们一个处置对不对 太人老了 老公头啊 好 起来 起立 马警官 您声音的标识是什么 我是最美震撼好声音 震撼好声音 我呢 是来自山西警察学院 我是一名特警教官 特警教官 教官还是教特警呗 您在特警的这个学校里 主教是哪个课程 警务搏击 简单的说就是 勤拿格斗 这个我觉得真正的搏击课 特警的这个训练课 还是找两位真正的警察 来给我们大家演示一下 好不好 今天带两个学生 请他俩出列 好 你俩靠边 靠边 请老师考虑 向一看 请 向前看 扫心 驾 给我可力 牵倒 预备 倒 倒 倒 人家是这么倒的啊 停 撕倒 预备 出刀 把握 刀 刀 进 小专 dürfen 香肯进 不用倒了 不用倒了 将前看 小心 叫 穿 前窝 blueprint итесь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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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起 跑给我 一招之敌 一招之敌 起 经理 其实我真的能从老师的口令当中听得出那种严厉 那种不可抗拒 你在警校是不是老师是出了名的厉害 是吧 是 但是下面的这个像母亲般的关爱也是出了名的 为什么对学生这么厉害 平时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口号是 平时多流汗 暂时少流血 这种严厉也是来自于老师自己的经历 来自于惨痛的教训 是 2015年 三月份 他突然牺牲了 当时 对我打击也很大 恶号传到了我们学校 我们的师神为他流泪 为他痛苦 为他惋惜 所以说 没有办法 他还是 牺牲了 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诗歌的经历 除了掩面痛哭之外 更需要的是发愤图强 但是我真的是为你们骄傲 因为你们选择了一个勇敢者的职业 你们选择了一个奉献的职业 保护民众的事业 老师 我们 伤心的同时 更应该用接下来的工作 以为英灵 好不好 好 我知道您心疼 谢谢 所以我想马教官这种高标准 人要求 也是出于对学生们的爱 是 今天老师来到现场是带一张怎样的账单 因为我的平时了 也喜欢做些公寓 带上我的学生走下去 所以说了 我们今天带着学生来 也是为一个当地的癌症病患者 争取的一个账单 一万二千元 一万两千元 对 老师加油 把舞台交给你 好 谢谢 加油 幸福好声音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点赞 让 ese 他 为 에서 sair 小伙子一摔下去的时候 崩登一下 那个骨头就磕在了地上 其实老师也很辛苦 好 恭喜你获得了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还不错的成绩 是老师先去还是同学们上 同学们上 同学们上 谁上 你上 好的 你来上 一百七十秒非常充裕 来吧 再次确认一下 账单金额是多少钱 一万两千元 一万两千元 给这个癌症病患者资助他们的 给癌症病患者的公益账单 好的 马教官 如果您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雕牌除菌喜 也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挑战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也会获得由雕牌除菌喜 也提供的大礼包 没错 加油了 小伙子 加油 挑战去 加油 好了 你的时间是一百七十秒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志强 不要紧张 现在就是检验你教学成果的时候了 好的 稳扎稳打 你时间有的是 非常地忠誉 好了 不要大意 我知道你能力非常的强 来 马力教官的 小脚下 好的 你看看 我的天哪 不要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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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错 小伙子能力太强了 我的天哪 好的 第四关 好的 最后一关 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时间了 非常地充裕 来 选择好 马上一口做起 好的 很确认你 怎么样 马老师 对今天学生的表现 做何评价 非常非常地满意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要问三位了 尤其是马警官和志强 四关挑战完了 你学生能力太强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问 咱们要不要挑战 第五关 我们就到这儿打住了 因为我们要把账单 要送给那个患者 希望他能添一点 给他添一点 资助一点 能治他的病 所以说 我翻倍了 那在这里 我们高兴地宣布 马力警官的账单 确认了 耶 耶 好了 来三位 最后来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好不好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 治愈好声音 补小风 大家好 我叫补小风 我是一名内科护士 我的声音是治愈好声音 哎呀 哎呀 没听您说话 看您的笑容 就已经好了一半了 笑容 你在医院工作几年了 十来年了 十多年了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呢 我会经常看到一些被病痛折磨的患者 除了精心护理之外呢 我就会经常下病房给他们模仿一些宋丹丹老师的经典台词 还在表演节目的 啊 好病人开心 对 主要是有一些病人吧 就是稍微的有点挑剔 你比如说像老码头这样的 那特别挑剔 他要是得了病 我跟你说那护士大夫都不得好 啊 搞不定 啊 搞不定 您看您的现场能不能把他搞定一下 我可以把他搞定 哎呦 我可以把他搞定 我可以把他搞定 哎 我马没那么好被搞定哦 你看看啊 当年他妈都搞不定 哈哈哈哈 那颗最大的病是什么 最大病是什么 嗯 那颗最大病啊 呃 应该是 呃 应该是脑子上有问题了 啊 那就是对了 对了 应该是神经病成 对对对了 你明白了 听他 把他给我踢住了 哈哈哈哈 好了 你说能治愈是不是 对 好了 我跟你说谁也别劝我啊 我跟你说 我我这我这病啊 我肯定我这不治之症 我跟你说 我这 打什么人吃什么药啊 啊没用了跟你说啊 大哥呀 过不了几天了 我这个我活不了 你这也不是啥不治之症啊 啥的啊 你这是不理憋屈子的 我憋咋憋屈了 我呀 你出去转转就好了 还转转就好了啊 真的假的啊 就上外边医院外边转了就好了 但是你要配合医生吃药打针吧 我跟你说你别骗我了 怎么吃药打针呢 你给我说实话 你说我还能活几天吗 真的 我好做个准备啥的 我也不打针不承 不住院了 省点钱给我孩子 我真的 咋这样闹人呢 你根本没啥病啊 我走了 那科的有啥大病呢 我说那科的脑子不好吗 脑子不好 你们最后我吃药就好了 我觉得吧 你让他三天出院 他肯定都不愿意出院 有你这样的护士 他三天在那病房里都看不够呢 享受着呢 天天给我吃药 哄着我开心 哎呦 真的向你们的辛苦 真好 哎呀 由衷的感谢和致敬 嗯 好的 你今天带来一张怎样的账单 我的账单是 一万元的六只羊 怎么说 活羊吗 咱医院还羊羊 不是我们医院羊羊 是我们科帮福的一个特控家庭 他们是一个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一个家庭 也是你的患者 是我们的患者 然后他们是山里人 所以给他们六只羊 在他们那个环境下 还是能解决一下他们的那个生活困难 明白了 好的 无论怎么样 我都特别希望听到治愈心意的好声音 来吧 谢谢 好声音 幸福好声音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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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三 三 等待他的暮色 我等着你从我的身边走过 亲爱的亲爱的你 不用再说 我会有些收获 美丽的承诺 我是那蓝蓝的天空 你就是那鱼河 我是那扎木颜 你就是我心中的歌 我是那清洁的河水 你就是那笔波 我是那马头琴 陪你唱起歌 好 你获得了160秒的挑战时间 好 谢谢 来 得多少钱了 一万 一万元的六只羊 对 一万元的六只羊 六只羊 好了 胡小峰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刁牌 除军洗衣液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 也可以获得由刁牌 除军洗衣液提供的大礼包 除军洗衣液对他们特别有帮助 消毒必备 对啊 不管怎么样 咱这棋也一定得打走 来着了 来吧 不如不挑战起来 加油 160秒听我的口令 3 2 1 开始 鼠护士加油了 好 接下来 你就需要我的声音来鼓励你了 加油吧 小心 好的 没有问题 利用身体的惯性和速度 要一定冲劲才行 没错 小心别掉下来 好 非常遗憾地宣布布小凤的账单取消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马上开始 您只需要拿着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布小凤的 一万元的账单金额 马上开始吧 我推荐的这位啊 可以说是咱们幸福一项 最温暖的声音 他的声音当中 可以说充满爱 好 好 好 我们有请 王世磊 你好 你好 两位可爱的孩子 还有孩子 你好 主持人 他说最温暖的声音 对 我带来的声音是充满爱的声音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学校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您是来自于哪个学校 希望学校 希望小学 希望中学 这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校是吗 对 我们的孩子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父母了 因为他们缺少那种就是家庭般的温暖 虽然我们老师就是能够就是进行那些感恩教育 也代替不了孩子们就是家长对他们那份的温暖 这两个孩子 我们珍视一下好不好 好孩子你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 我十二岁了 你十二岁了 大姑娘了 叫什么 沈卓 叫沈卓 沈卓 你呢 孩子 今年十二岁 你也十二岁 你叫什么 郑志渊 郑志渊 像个武侠 郑志渊 真棒 跟爸爸妈妈多长时间没见过 上次见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 上次见的话是上个暑假 上个暑假 那少一年了 少一年了 可不是吗 你呢 好孩子 我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见着爸爸妈妈了 妈妈爸爸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 是从你多大的时候开始 爸爸妈妈就经常不能在一起了 从我七岁的时候 都在外面打工吗 偶尔回去一趟 就是一到暑假寒假的时候回来 暑假寒假 一年能回一次到两次 那你跟爸爸妈妈相处 也就是一年当中有几天的时间 不到一个月 那你跟谁在一块呢 我跟我姥姥 跟姥姥住一块 好孩子你能告诉我 真的是想爸爸妈妈 不哭不哭啊 不哭不哭 想爸爸妈妈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我就告诉你 爸爸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那是肯定的 他们也在外面想你 为你们的将来打拼 是不是 那有没有照片什么的 放在床头 你想他的时候能看一眼 能亲一下的 没有全家福啊 我听说给爸爸妈妈写了封信 这次 是吗 能读给我们听吗 来 好孩子 真棒 来 好孩子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我在学校很好 你们不必挂念 您是否还记得过年时 虽然我们未能在一起 但心却是相连的 一起往事 幸福满满 和你们一起的温馨画面 立刻浮现在眼前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 您是否能听到 女儿内心的呼唤 每当我看到同学家长 来看望他们时 就特别想你们 虽然知道 那不可能是你们的身影 却还是会忍不住 多看两眼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随着我慢慢长大 心中才对你们 多了些理解 知道你们 常年在外打工 都是为了 能让我过上 更好的生活 接受更好的教育 同时 也渐渐懂得了 你们的不容易 女儿不求富裕的生活 不求每天相伴 只求你们 能常回家看看我 陪陪我 看看我长够了吗 懂事了吗 为了下一次见面 不让你们失望 也为了不让自己后悔 我会努力学习 希望你们远在他乡 一切安好 爸爸 妈妈 你们放心 我已经成为一个小男子汉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 爸爸 谢谢您如生时的父爱之情 妈妈 谢谢您如水般的养育之恩 爸爸 妈妈 你们辛苦了 我小你们 我小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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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我小的养育之恩 谢谢你 我小的养育之恩 刚才把爸爸妈妈 藏在后面 真的 但是我们忍不住 还是想早一刻 让一家人尽快团聚 您是姑娘的妈妈 来北京打工几年了 十多年了 在北京打工十多年了 您是做什么呀 在北京 我那个 他爸在工地上 不是跟人家送沙石料吗 送沙石料 有时候送过来的时候 我再跟他 装着沙石的 他还有一个弟弟 没事的时候 我就在家洗衣服 看看家 帮着他带那小孩 弟弟是跟在身边的 对对对 一岁半了 真是辛苦 这家人呢 来 我们认识一下 这是 我也是在北京打工 您在北京打工 多长时间了 也十多年了 老爸也是呢 我也是十多年了 您是做什么呢 我在工厂上班 您在工厂上班 对 我刚才看到老爸 还挺感动的 他特别想上去抱孩子 他又不好意思 对 他是真心的不好意思 他不知道该怎么 面对孩子的这份柔软 这应该是您第一次 这样拥抱自己的孩子吧 是第一次 第一次 以后尝尝抱抱他 尝尝抱一抱 好不好 这一次你回到北京来 我要为你造一个全家福 知道吗 闺女 太好了 好闺女 我相信这也是孩子心里不敢说出的一个请求或者是希望 如果可能的话 让姐弟俩早日团聚 让一家人早日团聚 也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好不好 非常好的 加油加油 好 好的 老师带了一张怎样的账单来 带了一张八千元的电钢琴 钢琴 败了 来吧 我们一起给老师加油 来吧 来 来来来来 三二一 加油 幸福好声音倒计时准备 小小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带不走离孤独 做命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落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 洗了蜡烛 在黑暗洞子中漫步 其他妈妈 你们辛苦了 我想你们 无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来 亲爱的小孩们 老师唱得也非常动情啊 清真义切 多少秒 180 全票通过 来 我们确认一下账单是什么 是八千亿元的钢琴 八千亿元的钢琴 给孩子们的 180秒的挑战时间 那就意味着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幸福助理团 老师 你可以选择 我们幸福助理团的 其中一位姐妹 陪你一起过关 万一你在挑战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掉下去了 我们的姐妹会接替你前去挑战 去赢得那一钢琴 等于说有两次机会哦 两次机会 选择一位 我选择这位吧 聪聪 聪聪 我的天哪 老师不愧是老师 好眼力啊 老师好眼力 我们的长盛将军 你好 我叫聪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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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一起加油 闯关成功 好的 好了 是来王老师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负责 由雕牌雏军喜业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 没有关系哦 也会获得由雕牌雏军喜业提供的大礼包 来吧 来吧 好孩子 来 三 二 一 加油 不如挑战区加油两位 180分的时间 请问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好的 这大步太轻 你干什么呢 是来 天哪 我刚夸完你 你就掉下来了 好的 聪聪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80秒钟的时间 开始 加油吧 聪聪 来 我们学校的钢琴的费用就靠你了 聪聪 没有问题 稳扎稳打 时间有的是 好 第一关完成了 第二关 你的大肠腿应该没有问题 接下来 给我看那个圆球 找好司机 好的 要小心 每个圆台 几乎都是动的 好 所障碍物的时候 选择趴下 还是卖过去 非常的重要 小心啊 冲冲 哇 还是没有掌握好 非常遗憾地宣布 王胜蕾的账单 取消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 马上开始了 您只需要拿着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 王世磊的 8000元的账单金额 马上开始吧 幸福账单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本节目是由 雕牌 厨军洗衣液 独家冠名播出的 厨军更洁净 健康 互全家 那幸福好声音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 爆炸人 我刚满二十岁 你的标签是什么 特殊技能 我的标签就是经典老歌好声音 你看看 真的 二十岁 太小了 会唱什么经典老歌 人家会唱了很多歌 比她年纪还要大呢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外婆 非常非常喜欢 听这些经典老歌 你姥姥 对 各种老歌呀 戏歌呀 我从小就听 从小的军套嘛 对 很多中国的经典名歌 真的就唱起来 让大家一下就回到 属于自己的那份记忆里面 比如说 《洪湖水浪打浪》 停不停 还有一首歌 非常的经典 来点一个 再点一个 随不说 家庭好 这个好 爱谁不算家庄好 哟哟哟哟哟 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咱那个肚子打得真真有 你真的是这样 就是高映的时候眼睛亮 然后低映的时候眼睛收 这个就是在学习的一个阶段 一个过程 毕竟才大二嘛 加油加油 才二十岁的小妹妹 那你今天有什么账单吗 我今天是想 给我外婆买一个音箱 四千八百元 来吧 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谢谢 幸福好声音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二 三 我 乌华白 卢华美 或是满天飞 大念愁好人双对 相思或唯美 心爱或唯美 心里万里方相随 我望无相求光好 都带红花宝春回 心爱或唯美 心里万里方相随 我望无相求光好 都带红花宝春回 一百八十秒啊 放开了唱的 特别棒 谢谢 好的 这些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四千八百元 四千八百元 的音箱 好的 既然是一百八十秒 你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权利 你知道是谁吗 幸福祝力团 没错 有请幸福祝力团 美女 美女 要从五位姐妹当中选择一位陪你一起过关 这位 这位姐姐 对 来 彼此认识一下 你好 我叫西西 你好 我叫郑成文 好的 加油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 把多少钱 四千八百元的音箱 四千八百元的音箱给老老的 好的 成文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幼雕牌 除菌喜业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没有关系 也会获得幼雕牌除菌喜业提供的大礼貌 来吧 加油 我们就挑战区 好了 成文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好 你刚刚二十岁啊 身体没问题 好的 加油 好样的 好样的 又是这样 好样的 成文 第二关 小心 好的 躲开这个圆球 一鼓夺气 好样的 第三关 好 躲开它 迈过去吗 好 躲开它 迈过去吗 好 宣 好 宣 不要吓我们 好了 好 宣 第四光来啦 好的 对的就是这样 在180秒的时间内完成了前四关的挑战 这个账单基本上已经拿到手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要不要挑战第五关 你看非常的好玩 站在那个圆柱体之上 然后呢用脚步的力量呢 把这个圆柱体滚过去 到达终点 来跳上那个圆台 咱们就成功了 要不要挑战一下呢 我觉得我还是算了吧 谢谢 那我们一起有高兴的宣布 郑成文账单确认 好 成文最后来高兴的喊出我们的节目的口号 好不好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来吧 有请薛灵 你好 薛警官 欢迎你 我呢是救命好声音 救命好声音 救命好声音 对 为什么叫救命好声音 我呢是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身世 从来呢 从来呢也没有说过 谁都不知道 您的经历 让您的声音 格外的坚强 对 就是有了这个好声音呢 使我更加的坚强 怎么讲 因为我是生长在七十年代 一个贫穷落后的家庭 在我妈妈怀孕我几个月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一次意外当中 因公去世了 对 母亲 就是一下子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 那时候呢 又怀孕我也不能用药 就一直坚持把我生了下来以后 经常的在喂奶的时候 打我 有一次我听哥哥嫂子他们说 我妈在喂我的时候 喂奶的时候 突然一下就把我摔到地上 把你扔了 对 扔到地上 而且还不停地用脚去这样 踹 就是在发病的 发自我的 对对对 那时候自己就不由自主的那样 幸亏家人发现得早 后来就避免了一场 不该发生的一些事情 家里这样看到 母亲这样实在不行了 就把她送到医院 一住就是三年 那你怎么办呢 你还是一个婴儿 那时候 农村的家庭嘛 都比较苦 七十年代那时候 哥哥嫂子还是在做农活 要拿工分吃饭 他们自己也有孩子 又家着在带我 肯定是不成 经过一商量 就是把我先寄养给别人 送到一个养父母家里 他们家呢 也是比较穷 米 知道大米吧 泡碎了 然后就磕 磕成那个米布子 米糊糊 米糊糊 对 然后放点糖精 也没有白糖 对 就这么给我吃 不到一年 瘦的小手指头 胳膊就跟大人 那个大拇指似的 营养不良 对 他们家特别害怕 怕我饿死了不好 又给我送了回来 哥哥嫂子呢 实在没有办法 又再重新找人 又把我送了出去 还是寄养给别人 后来 我在考高中的时候 学校要那个户口本 我才知道 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 你到高中的时候 爸爸妈妈一直没有告诉你 两父母没有告诉你 对 一直都没有说 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发誓 一定要找到家 找家的那个经历 就不能再说了 太坎坷了 所以那一天 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一个非常瘦弱 矮小的一位老太太 慢慢地向我走来 到我跟前 就突然一下抱着我就哭 那时候我是不原谅他的 很不理解他 到晚上以后 妈妈就告诉我他 走一路上 经常挨动受恶 妈妈在找你的过程当中 而且还经常被别人打骂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母亲 他有时候精神不太正常 他经常在大马路上 看到有人抱着孩子 或者自行车后面 骑着带着那个孩子 他上去就把人家抓下来 以为是 对 以为是他的孩子 就是这样 我一把搂着他 我再也不让他说下去了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发誓 我一定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我就从北京 安徽不停地来回走 每年都回去 两三次吧 我也和母亲过了那么几年 幸福的日子 在2011年的时候 我母亲因为身体 年轻时候透支了 就是去世了 但是我记着 我母亲生前告诉过我 每一个人都要学会 有爱心 我母亲一个大字都不是 她告诉我说 帮别人一把自己的孩子 长一长 这句话虽然很妥 但是我觉得它 特别特别的实际 是 我在六年前 就一直做公益 成为一个公益的 歌唱演员 我明白了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 你能告诉我吗 我的公公婆婆 她们身体不太好 我也希望作为二媳妇 能在这里看能不能跟聊一聊人 来一张按摩椅 多少钱 3800元 3800元 对 来吧 舞台交 我有这个信心 加油 来 加油 幸福好声音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你 离花开 穿带雨 穿带雨 火落 春雨 西山之为一人去 宝他今晚 晴日夜迟 晴日夜迟 人生离止 满足弃 天生离止 满足弃 唱唱一曲千古 唱唱一曲千古 满足弃 来吧 140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了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来着 3800 3800元孝敬公公婆婆的按摩椅 好了 天连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雕牌雏军喜业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也会获得由雕牌雏军喜业提供的大礼包 加油好不好 不如我挑战区 来吧 来 加油 听我的口令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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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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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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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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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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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也无声黑白 唱得不错 还有杨坤老师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也无声黑白 还有一个就是 一辈子没唱过歌的一位老艺术家 杨坤老师 善天坊老师唱这个千里之外 我还真没听过 善老师也能唱歌啊 试一下 试一下 话说千里之外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也无声黑白 善老师 你叫我善老师吧 善老师 你能告诉我今天是啥账单 是不 今天账单是一台家庭用的健身器械 多少钱 六千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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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唱了半天没唱出自己的声 接下来是不是就该用自己的声音了 好 本身的声音 是吧 来吧 舞台都给你 加油 幸福好声音到计时准备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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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让这样痴情 明知辉煌 我好是单单 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 我自然从中拥有 我的爱依旧不想听懂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统统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春天 一百五十秒的挑战时间 再次确认一下张单金额 六千六百元 六千六百元 好的 加油 加油 来 突如跳下去 加油 听我的考量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加油 到底是男孩子 速度非常的快 好的 第二关 好 相信对于你来说应该难度不大吧 好的 还有一个障碍物 就是一个大圆球 一个百中的圆球 踏准时机 躲开他 一股多铁好的 好嘞 你要干嘛 安静全 你要干嘛 非常遗憾的宣布 胡锦全的账单 取消 好的 电视机前的观念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 马上开始 您只需要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 吴锦全的六千六百元的账单金额 马上开始 刚才啊 咱们信图像的能人 都太厉害 那可是呢 接下来我请的这位 那可以说是 人美歌甜 不仅歌唱的好 那人长的那个漂亮 拉公头 我知道这是你最期待的是不是 你懂的 你懂的是不是 哪呢 来 让我们有请李轻盈 老师好 老师好 我叫李轻盈 我的标签就是最美 怎么讲 因为我是带了 我觉得世间最美丽的事物 鲜花 真是漂亮 对 这是雏菊 雏菊 雏菊的花语 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雏菊的花语是什么 雏菊的花语是隐藏在心中的爱恋 隐藏在心中的爱恋 真的吗 好美的 你知道当年我对你妈就隐藏在心中的爱恋 一直没有说出口话 不要再听 人生一朵 还有什么花语跟我们说说 茉莉花 茉莉花 茉莉花的花语是尊敬 纯朴 茉莉花 清纯 对 还有就是百合花 百合花大家都很熟悉 百合花就是百年好和伟大的爱的意思 你觉得我最适合什么花 我觉得您最适合是雏菊 对 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训练 我喜欢雏菊 隐藏在心中的爱 真的就像你们所说的 人美 花香 谢谢你带来满台的花香 特别美好 谢谢 这么美好的女子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要带一张怎样的账单 我其实要特别简单 就是想要一条像花一样开放的花裙子 还是跟花有关 多少钱 一共是两千元 两千元 一条花裙子 明白了 拿着花吗 嗯 把舞台交给你了 幸福好声音到计时准备 三 二 Cafe 这是个多美丽遗憾的世界 我们就这样笑着抱着还流着泪 从远方赶来 恰恰你们也在 痴迷流连人间 我为他爱狂言 我是这油烟的瞬间 是划过天脸也刹那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 不顾一切 我这些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呀 一路春光阳 是远流连人间 为他爱狂言 什么里面 有点你 谁呀 那么可爱 宝贝 恭喜你获得 160秒的挑战时间 谢谢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两千块钱的一条花裙子 两千元的花裙子 加油 加油了 不如挑战去 加油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金颖 这是第一关 好的 没有真体的惯性 没错 就是这样 还有最后一个 坚持住 好的 轻盈 第二关 好的 一鼓作气 不要犹豫 好的 躲开圆球 你不要抱着它 不要躲开它 好的 没有问题 好的 第三关 好的 没问题 躲开它 躲开它 你居然没有掉下来 躲开它 好的 站起来 天呐 你真是奇武弄精盈 何似在人间 真是奇武弄 好 好了 天呐 还有几个 来 走开它 站起来 摆上去 最后一个了 快点躲开 没问题 轻盈第四关 好 首先你要进入 选择好第一次的方式 从哪里出来 这是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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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四关完成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要不要挑战第五关 要 来 黑粉丝的勇气加油 李婷盈 李婷盈经过慎重的考量 最后决定要挑战第五关 祝她好运 来 婷盈准备好了吗 婷盈的口令 三 二 一 加油 婷盈 一个 二 一 一 二 一 现在 利用身体 非常的遗憾 李婷盈的账单 取消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马上开始了 您只需要拿去手机 在电视机前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李清颖的 2000元的账单金额 以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马上开始了 您只需要拿去手机 在电视机前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李清颖的 2000元的账单金额 马上开始吧 我们的幸福互动 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每一位都称得上是幸福好声音 没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看完我们关于梦想的故事 您是不是也想收拾您的行囊 向着梦想出发吗 来吧 我们在这儿等着为您买单 好 最后还唱一句话 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来 张嘴把你的鞋垫从嘴里掏出来 谁站我旁边都显白 谁白谁浮浅 岳父 能把你闺女给我了吧 在明天封锁里仍仍被他占有 原来我这一生不记放纵爱自由 明天封锁里仍被他占有